李王妃 他们是 皇上 这位是江州通判杨世勋 杨大人说 他查到反师和功德碑仪式并非是李王指使 而是另有其人 什么 另有其人 是谁 启禀皇上 微臣查到是江州兴安支县陈勇 收买了这些人污蔑李王 此事与李王无关 都是陈勇兴风作浪 还请皇上明鉴 什么 陈勇 不用问 肯定是苏鸣的人办事不力 让人抓住把柄了 皇上 微臣是冤枉的 微臣并没有指使他们 是他们污蔑微臣 请皇上明察 陈勇 都这时候了 你还敢狡辩 人证物证俱载 那些证人都欠了字 画了押 只认你花钱收买他们 要他们带头写反师 立功德碑 你的目的 就是为了污蔑李王 陷害忠良 挑拨李王与皇上的关系 不过 你与李王无怨无仇 为何要指使他人陷害他 你说 是不是有人指使你这样做 我 我没有 我没有指使他们 也没有人指使我 这件事情 是这些人自作主张 与我无关的 陈勇 他们已经招供 当着皇上的面 你还敢撒谎 你眼中 还有没有皇上 有没有王法 皇上 陈勇与李王 并无冤仇 他不会平白无故指使人这么做 妾身想 这陈勇 肯定是被人收买的 有人想借他的手除掉李王 断掉皇上臂膀 妾身恳请皇上 下旨彻查 揪出那幕后黑手 还王爷一个公道 我背后的人 当然不能被查出来 否则 我全家都会死 我的家人都在苏明手里 我哪里敢背叛他呀 罪臣赵 皇上 罪臣赵啊 此事都是罪臣一人主使 与他人无关 你一人主使 他们都说你和李王无冤无仇 你为何要指使人陷害他 因为 因为罪臣先以前占了农民的良田 李王罚了罪臣 还叫罪臣把良田还给百姓 罪臣便对他心怀怨恨 这才收满了学子和混混 诬陷他 企图毁坏他的名声 来发泄罪臣心中不满 好你个陈勇 你侵占别人的良田本来就是你的错 王爷罚你 不过是暗律处置 你竟然对他怀恨在心 指使这些人污蔑他谋反 该当何罪 皇上 陈勇已经认罪 现在是否可以证明 妾身附军的清白 原本朕还想用这谋反之罪 牵制楚玄臣 如今陈勇当场认罪 这招便不能再用 当然 朕是明君 这陈勇竟敢污蔑李王 朕自然会还李王清白 皇上 此事既然是陈勇出事 那为何苏大人之前 搜集到了那么多人证物证 那些证据就是怎么回事 罪臣招 皇上 其实 其实那些人证和物证都是假的 是罪臣找人编造的 罪臣这样做 一是为了自保 二是为了诬陷李王 这一切都是罪臣的错 与他人没有半点关系 我早要到陈勇会替苏明顶嘴 毕竟他只是一个小角色 只能用来当替罪羔羊 大胆 陈勇 你身为官员 却知法犯法 竟敢指使人陷害李王 罪该万死 来人 把他拖下去 斩立绝 皇上饶命 罪臣知错了 求皇上饶命啊 皇帝 这是害怕事情暴露 迫不及待又杀了密口 既然这样 我也不会继续追问 我心里知道是谁害的楚宣臣就行 至于这些学子和混混 以及之前做假政之人 全都判去边疆冲军 皇上饶命啊 皇上 皇上 若曰 这次玄臣和你受委屈了 玄臣受此污蔑 仍冒着生命危险 为国出征 果然是忠心不悪 你放心 朕会派人给他追赏 以示抚慰 皇上英明 谢皇上 退下吧 是 等到和杨舍勋走出皇宫之后 云若曰到 杨大人 这次多亏了你 我们才能为王爷洗清罪名 只是 皇上不愿将此事召告天下 我真怕百姓们 还会误会王爷 王妃 皇上是天子 又怎么会承认自己有错 他也知道 是自己错怪了王爷 但他爱面子 是绝不会召告天下的 再说 他根本不想替王爷洗血冤情 甚至巴不得世人误会王爷 错怪王爷 这次的事 他也在中间推波助澜 咱们就不能指望他 还王爷清白 大人说得极是 不过没关系 公道自在人心 王爷是什么人 时间久了 天下人自会知道 王妃切莫担心 等一下陈勇会被拉到法场行刑 到时监长官 会当众宣读他的罪行 百姓们知道 是陈勇冤枉了王爷 一定会口口相传 到时便能还王爷清白 嗯 我相信大家 迟早会知道这件事 会相信王爷的 很快 陈勇被拉去法场行刑 在行刑之前 监长官果然当众宣读了他的罪行 百姓们知道此事后 一传十十传百 很快 全皇城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 云若月以为 要过很久才能还楚宣臣清白 谁知 百姓们当天就走街串巷 还了楚宣臣清白 相亲们 你们知道吗 原来黎王谋法一事 是被人污蔑的 有个叫陈勇的地方官 因为霸占百姓的良田 被黎王处置 从而对黎王心怀怨恨 这才指使人陷害黎王 来为自己出气的 对 我刚才亲眼看见了 王上下旨 杀了这陈勇 监长官还宣读了他的罪状 原来黎王是清白的 他是被人冤枉的 真的吗 太好了 我就知道黎王是被冤枉的 我一直都很相信他 黎王真可怜 被冤枉了 还要去保家卫国 皇室之前还让他将功折罪 现在证明他根本无罪 咱们应该还他清白 才对得起他的付出 对 咱们赶紧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 让大家都知道 黎王根本无罪 此时 楚宣臣的军队已经快抵达燕州 他在驿站中 收到一族快马加鞭 传来的圣旨 天成运 皇帝诏约 黎王储玄臣临危受命 奔赴边关 保家卫国 朕时加之 黎王乃国之栋梁 公骨之臣 是朕之左膀右臂 朕今特讲其上古神兵龙玄剑一把 以褒奖中勇 朕望其利用此剑 所向披靡 势如破竹 收复燕州 重创敌人 凯旋归来 陈灵旨 谢主荣恩 奇怪 红元帝为何突然赐我宝剑 王爷 这便是号称神兵利器的龙玄剑 据说 此剑由筑剑大师花了十年方才筑成 尊贵无双 削铁如泥 能披山斩石 乃是无价之宝 好剑 王爷 在下这次奉皇命前来 除了宣徒圣旨 还有一事 你说 恭喜王爷 皇上已经查清 王爷谋反议案根本是子虚乌有 是一个名叫陈勇的江州支县 应强占百姓农田一事 被王爷惩罚 便对王爷怀恨在心 花钱指使人污蔑王爷 如今皇上已经知道真相 并且下旨斩杀陈勇 还了王爷清白 还请王爷安心打仗 以报皇恩 多谢皇上为臣洗血冤情 请你转告皇上 本王一定不负皇恩 不辱皇命 请王爷放心 在下一定将王爷的话带到 在下还要回京复命 恕不久留 王爷 在下先行一步 王爷 太好了 皇上终于还了你清白 这下我们都放心了 我终于明白皇上赐我宝剑的用意了 表面上是嘉奖 实则是向别人表明 他红元帝承认自己冤枉了我 但又不好直说 只好用追赏的方式来还我清白 红元帝这么做 当然不是因为善良 他只是为了让楚玄臣安心替他打仗 这剑就是皇上用来稳定军心 安抚人心的 楚玄臣继续率军前进 很快 玄策军抵达了燕州城十里外的莲花山脚下 停 所有人原地安营扎寨 先休息整顿 准备好再攻城 是 楚玄臣看了远处的旷野一眼 心里五味杂陈 我必须尽快拿回燕州城 打败风灵天 为将士们报仇 不过 我军兵力不多 必须速战速决 以免夜长梦多 报王爷 前方五里处 有天圣国的兵马朝我们这边来了 对方来了多少人 大约两万人 有谁领兵 将军魏光 好 魏光 他还算个对手 来得正好 将士们 天圣大军犯我边境 杀我将士 图我百姓 你们想不想为楚国战死的将士们报仇 想 好 现在就是报仇血恨的最好时机 战事一开 杀敌一人者赏银三十 杀敌十人赐田加官 能取敌军将领首级者 连升三级 加官进决 好 莫里 你武功高强 骁勇善战 本王现在任命你为前锋 率两万精兵捡取迎敌 孟正 你神力盖世 既能打 又能排便布阵 本王命你为中军主将 协助莫里出战 我将以命 很快 魏光率领天圣国的士兵 气势汹汹地奔袭到莲花山脚下 楚宣臣站在高处 看到敌军袭来 朝大军冷冷挥手 出战 杀 随着楚宣臣一声令下 楚国铁骑犹如破风一般浩浩荡荡奔奔 奔去 对面的魏光剑楚军杀来 同样拔出腰间宝剑 怒喝道 所有人冲 杀 煞时间 黄沙滚滚 灰尘漫天 拿盾牌的步兵率先上前 盾牌相接的一瞬间四周发出砰砰的撞击声 还有敌军被震倒的惨叫声 莫离作为前锋 当先冲入敌军战阵 一枪刺向敌人心窝 敌方的魏光剑状也挥剑变远 敌方的魏光剑状也挥剑变远 刹那间 尸横遍野 鲜血遍地 蒙正作为第一次上战场的新兵 手中握着一兵 巨斧 那巨斧极重 一般人双手都难以握动 他却挥得轻松自如 一抚连杀好几个 十分勇猛 柳如烟则挥着一把流星锤 有他在的地方 锤砸脑袋落 地上布满了敌军被砸扁的头颅 看着血腥可怖 楚国将士看到天圣大军 恨不得引他们的血 抽他们的金 剥他们的皮 他们怀着对天圣国人的仇恨 气势勇猛 无人能挡 才交战没多久 卫光就发现 他带来的精兵 根本不是储君的对手 这些储君带着对天圣君的深仇大恨 不怕死的向前冲 尤其是那个拿巨斧的年轻人 他此时杀得满脸是血 叫人大为惊骗 楚玄臣什么时候 收了一位不怕死的汉将 这还是人吗 我真是低估了玄策军 有蒙正这样的强将在前拼命 玄策军气势更足 大家都受到鼓舞 一鼓作气与敌人拼杀 很快 天圣大军处于劣势 他们根本不是玄策军的对手 被打得连连败退 然而蒙正似乎还没打够 他好像有用不完的力气 挥着巨斧在那砍敌军的马腿 还有楚军在朝卫光他们发射暗器 各种招数层出不穷 卫光见状 这才发现 楚军比他想象中的勇猛太多 楚玄臣派出的 一定是他的超级精锐部队 但我们也不能输 否则会士气大怒 所有人一起上 和他们拼了 杀呀 蒙正看到自己人被杀 双眼血红充满杀气 他大喝一声 敢杀我兄弟 卫光 找死 蒙正 对方人多 你快回来 跟我们一起 不要落单 我大哥 秦子掀起王 我一定要取向卫光的人头 卫光正杀得起劲 忽然看到滚滚黄沙之中 一名白袍小将 提着巨服朝的袭来 他定睛一看 正是楚国那员 不要命的持服小将 哼 一个黄口小儿 竟敢单枪匹马闯过来 胆子不小啊 本将今天 就让你有来无回 你们敢杀我将士 除我百姓 今天就是你们的死期 卫光 替我的兄弟们报仇 你受死吧 将军被斩首了 将军死了 咱们怎么办 怎么办呢 谁来领兵 谁快踢下去 千里之外的燕州城 在准备了几天之后 楚玄辰终于决定 在今日攻城 一大早 他集齐部队来到燕州城外 并且命令莫黎率领五千名攻城兵 打头阵 定远将军董长风 率军守在左翼 神威将军陈平负责右翼 蒙正领兵殿后 他自己则坐镇中路指挥 大家慢慢向前挺进 风凌天早在料望台上 看到楚军来了 见莫黎开始攻城 他冷喝一声 攻击手 发射 同时 楚军也发射出剑鱼 谁听惨叫声不断 到处是双方将士 中箭的声音 把投石机推上来 随着楚玄辰一声令下 勇猛的楚军 把投石机推上前 煞时间 大块大块的石头投进城里 城内的天圣君 被砸得奔逃四散 城墙和华军 房屋也被砸出很多大洞 继续射箭 射火箭 这一次 躲在城墙内的天圣君 点燃了火箭 大批火箭朝楚军射来 楚玄辰立即指挥将士 把用油烧过并点燃的 大石头投进城内 那些石头一被投到半空中 火油便从空中落下 临到天圣君身上 教得他们惨叫不迭 抱头躲避 那些石头也砸到城内的 房屋和城墙上将房屋点燃 波强一旁的天圣君 快 咱们也用投尸机 向他们投石头 可惜下方一马平穿 天圣君的石头刚一砸出去 楚军就四散逃开 那些石头只能砸中少量人 剑状 楚军尘冷笑道 把火油放进瓦罐里 加大威力 继续投 那些装着火油的瓦罐 被投进城内石 砸到城墙上 发出剧烈的爆炸声 无数火油和碎屑飞溅出来 直接把旁边的弓箭手震飞 有些掉到城墙下面 摔得鲜血迷迷 进城楼上的敌军被炸死很多 城楼上兵力虚空 楚军尘道 云汽车准备 立即攻城 上 快换上人 令他们勾进来 风铃天话音刚落 立即有一批新的将士上前 接替了守城位置 天圣君抱起石头往下面扔 将第一批攻城的楚军将士 砸落下去 可是楚军根本不怕 被砸下来一波 他们就换上人 仍旧不要命的往上面爬 天圣君则利用火攻 烟熏 弓箭阻挡 阻挡储军前进 煞时间 大块大块的石头砸落下来 现场火油肆虐 浓烟滚滚 烟雾缭绕 天圣君处于守势 守城比攻城轻松 储军很快落入下风 眼看现场伤亡惨重 楚玄臣不由双目赤红 知道这城门极难攻克 传令下去 叫茉莉他们先撤回来 所有工程兵 先后退 此时 茉莉和将士们已经满身失血 精疲力尽 但大家依旧相互扶持着往后面撤退 风凌天见状能道 不能让楚京撤退 快杀了他们 是 天圣军队往下砸石块 射火箭 与此同时 张龙对风凌天说道 太子 这个茉莉是楚玄城身边第一高手 也是之前率军打败我们的主将 我要亲自射杀他 替兄弟们报仇 好 你去 张龙快步走下灵望台 来到城楼上朝旁边的小兵道 把弓箭给我 我要杀了那个茉莉 是 将军 这支箭尽过精支 箭头生了铁锈 一旦射中 对方就算不被射死 也会因伤口感染而死 好 那本将就用这支箭 张龙找了个隐秘的位置 趁人不备 突然搭弓上箭 对准茉莉冷冷拉动弓线 只听嗖一声 猎剑破空而出 茉莉左肩中箭 猛的发出一声门哼 拿弓箭来 王爷 对方并不在我们的射程范围之内 从这里根本射不到他们 我知道 王爷小心 王爷是统帅 是指挥 他千万不能有事 一旦有事 整个军队都完了 所有人 楚勋臣来了 快 快射死他 他话音刚落 楚勋臣已经策马来到离城门只有三百步的策方 趁敌军还没有反应过来时 举起弓箭 吸地的瞄准张龙 此时张龙还在得意的看着茉莉 根本不知危险即将到来 只见楚勋臣已经冷冷张弓 猛的朝张龙射出箭矢 嗖的一声 那箭蕴含着破空的力量 朝张龙的胸口射去 张龙 快放箭 杀了楚勋臣 楚勋臣听到这话 冷笑着看了风铃天一眼 然后策马掉头 一阵风势的撤离 直到这时 天圣军才反应过来 他们立即朝楚勋臣射箭 一阵密密麻麻的箭语 朝楚勋臣射去 可惜楚勋臣 早已跑出射程范围 让他们射了个空 风铃天健壮 气得脸色深黑 一双眼睛阴沉可怖 他没想到 楚勋臣竟敢反其道而行之 楚勋都在撤退 他却不退反进 趁机杀了张龙 好一招出气不易啊 我就这么损失的一员大将 这该死的楚勋臣 楚勋臣平安归来 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 大家都没想到 楚勋臣竟在大部队撤退时 反而往前冲 趁对方还没反应过来 一箭射杀了张龙 因张龙被射死 城楼上的天圣军出现了慌乱 莫黎率领军队趁势撤了出去 一直撤到安全的地方才停下来 王爷 王爷 莫黎撞见了 不用怕 王妃准备了药 莫黎一定会没事的 你们不用担心我 王妃的药很有效 我会没事的 我最高兴的是 王爷给我报了仇 直接射杀了张龙 他该死 王晴阳 扶莫黎下去至上 是 王爷 这时 一阵东北风速速刮来 看到这风 楚勋臣眼底闪过一丝清笑 看来 我们的时机到了 时不我待 所有人 赶紧放天灯 他一声令下 将士们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天灯 开始点了起来 很快 天灯朝天上 缓缓飞了上去 随着凛冽的东北风刮来 所有天灯都被吹进烟周城 风铃天和陈薇站在撂望台上 看到一盏盏白色的灯笼 飞到半空中 数量很多 场面壮观 不由问道 那是什么 好像是天灯 楚勋放天灯做什么 不知道楚勋臣在搞什么鬼 这天灯里一定有古怪 叫所有人注意防范 要不要 叫人把灯射下来 不行 这天灯一定有炸 千万不能射 来人 船令下去 所有人都不能射着天灯 是 太子 这时 楚勋臣看到大量的天灯 被吹到城门上方 天圣君却没射下来 不由冷笑了笑 看来风凌天十分警惕 既然他们不射 那就我们射 弓箭手 放箭 楚勋臣一声令下 弓箭手立即放箭 一阵密密麻麻的箭雨 朝天灯射去 只听砰砰连响 天灯被禁术射破 天灯一破 藏在灯里的毒粉飘落下来 朝天圣君卷去 有人惊呼道 不好 这天灯里藏有毒粉 咱们快跑 可惜天灯太多 毒粉也多 天圣君跑得再快 还是有人中了毒 一时间 天圣士兵只觉得 头中脚青 两眼昏花 颤都站不住 风凌天头顶也飘来一支天灯 他气得一掌将灯拍走 怒道 来人 家乡防守 别让他们再次攻城 是 可惜楚玄臣并未攻城 他看了天圣君一眼 发现大量的敌军都中毒之后 立即朝将士们挥了挥手 来人 先撤回营地 城门不好攻 将士们已经疲累不堪 又受了伤 现在必须先撤退休整 虽然没有拿下城门 但是敌军死伤人数远胜于我们 也够他们喝一壶的 楚玄臣很清楚 敌军中了剧毒 这些毒粉是由各种毒药淹没而成 有马钳子 乌头 北宫藤 人一旦午息 很快就会中毒 最初的症状是头晕眼花 头重脚轻 等到真正发作时 人就会呕吐腹泻 呼吸困难 肢体发麻 心悸昏迷 如果不及时解毒 很快会毒发身亡 楚军回到军营后 楚玄臣立即安排军医给将士们治伤 好在云肉月给他留了很多抗生素 楚玄臣先给受了重伤的士兵使用 免得他们伤情恶化 然后他来到莫黎的营帐前 此时一名军医正在给莫黎拔剑 将军 我要拔剑了 你忍住啊 我没事 你拔吧 好 军医说着 一咬牙就将剑拔了出来 而莫黎只是皱了皱眉 哼都没哼一声 拔下剑头后 军医赶紧给莫黎止血 又撒上云肉月的药 这才将伤口包扎好 这个张龙还真是贼 这剑头生了铁锈 中剑后急遭成感染 要不是有王妃的药 莫黎会很危险 咱们之前受了伤 多亏了王妃的药才能好转 看来王妃才是咱们的大功臣啊 王妃给的药可有限 你们下次一定要注意 尽量别再受伤了 是 王爷 莫黎 你今天带兵功臣十分勇猛 值得嘉奖 你累了一天 今晚早点休息 好好养伤 不谢王爷关心 好养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养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